嗨,大家好,我是Jones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步骤 第二步骤,客厅跟主卧室的V项利面图 我们来处理窗元件的元件 以及隔间墙工程等等 跟它相关的元件 好,那如果没有剖到的话就投影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 之前上一次是把结构体都做完 我们现在看一下窗跟门 好,我们看 目前剖到的地方只有 主卧室的隔间门 这个地方 就是测试图的剖面和剖道 那等一下我们要投影这一段 好,然后隔间墙是这个 那当然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平面图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V的里面是朝 这个方向去投影 那我们的范围只抓到这里 那有的公司会觉得 如果还要再画一次 还要再做一张 所以他可能会把 连同这个一起投影下去也可以 就看大家的这个 就是你上班的这个地点啊 就是你上班的这个公司呢 它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你公司的文化是什么 那这一段呢 我这个厨房 我里面就不要画了 因为我们的范围只到这里 所以我这个 等一下那个厨房空间 我就立面图打一个 这个双叉记号这样 代表说它里面 这个另外的图在表现就可以了 然后像这个地方它 公共卫浴呢 它它 往这看过去有一个门 但是因为前面是隔间墙嘛 我们再有一个木座隔间 然后把它挡住了 所以这个优先 那有的公司甚至会 在木座隔间里面呢 这个隔间墙它会打 打那个隐藏线 就是说代表在后面有门 那看公司的这个画法 那我就不做 我就因为我只看到这里嘛 所以把这个隔间墙把它描 把它放回描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到时候我们在画公卫浴的时候 再给它这个 四项里面做就可以了 你到上班的时候你这样做 那我们这个范例应该没有到这里 好 那我们试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把结构体的那个 范围投影出来 这个是结构量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上一台有做 在这里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是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门的圆件上面是这个结构墙 所以这里有一个结构墙 的这样的一个 范围 像这个 好 那至于那个底下的部分就是门高 我们看一下 门高它是从那边标过来 210 这边210 好 这个图我们之前有做过 好 然后现在 在 看一下那个 这里比较准 因为是A项利面图对不对 你看210 这一段 这一段这个门高210 OK 那么断面图就直接把门框 跟门板画上去就可以了 好 团你把你现在把目前图层设为这个 门的元件 我们这个04门的元件去做 就是这个图层 然后接下来已经画门框 团我们按一下矩形把它包起来 按这个矩形命令 OK 那做法很多种 团你就直接这样 就这个 碰它追踪 然后到底 左键然后画回去 这样也可以 这样 OK 好 让它平行 当然如果你用建构线也可以 就是你要用这个建构线命令 或用射线 团你去把这个图画出来 都OK的 随便你 好 因为我们这个门框它的厚度就是 我们看一下之前这里 直接门框有一个厚度 这厚度 所以我们给它投影比较快 同样点这里 按射线 然后就是 我们上面做完的 同样就从那个门框厚度这里 底下这边可以投影一条线过去 左键 OK 同样它的门框只有到 到这个地 然后这个地是没有 没有再过来的 这不是窗框是门框 所以这一段不要做 那我们我们投影过来的线是到 到这里 所以就这一段当门框的厚度就对了 按一下修剪 那我们就以它为边界 这个等一下 直接按修剪 好修剪的话 同样如果你要用以前的这个传统 就是说 从旧版到新版的这个做法 你可以按O 你回到标准模式 因为它新版的话 直接会给你全部当边界去剪 你就可以直接剪 那你练习一下按O 确认 然后回到那个Standard S标准模式 按S确定 然后这时候呢 同样你就要选边界了 OK 好那我就以它为边界 那我先结束边界好了 来再重复 再下一次指令 你看我下第二次指令呢 它就回到那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模式 那一开始选切割边界 OK 好那你就以它为边界 按确定 然后再把这个剪掉 有吗 这样就可以了 按确定 OK 这个门框就做出来 好那门板就自己画 同样门板就做 这个5公分的厚度 那一样就在这个 这个指令底下 同样就直接按矩形 矩形 好那我们这个先随便画 空间上指令也随便画一个 门板的断面图 就测试图那个截面 那你厚度给它5 所以X等下5 都好 然后Y随便你 比如说给它做20好了 做大一点 比如说50好了 Enter 这个要相对做 不要再做一次 G星 空间上指定一点 然后序幕安置按2 相对坐标 这个地方你要打小号数 同样 ad就对了 然后打 x等5 逗号 y等于50好了 Enter就像这样 好 同样那你就把这个 把它按移动mini把它搬进去 点它按确定 然后锁这个 中点打开 同样物件锁点右键 这个中点打勾 好我们要锁到中点 OK 那要锁这个中点 反正你就对准那个门框的中点 这样就可以 这示意图嘛 OK 然后接下来按拉伸 比较快按拉伸 好 拉伸你右上左下去拉 那个门的断面这一段 门闪按确定 然后突然你锁这个 然后把它拉到底 可是我们如果拉到底的话 这个现况不会这样吧 现况它的门一定会有个门缝 OK 所以你这个 我们再拉伸把拉回来 这样选起来 可是这样选 会选到那个楼地板 所以你这样选的话 在SHIP按着不放去排除 刚刚选的这个 多选的这一块 就是SHIP按着不放 去排除这个楼地板 我们就只有拉这一段 按确定 好然后点它往上 同样你给它一公分了 1 Enter 就是说我们那个门板呢 它这 不会跟地直接接触 因为它 它这个 侧面它会有那个 Hinge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脚链 去做 OK 好这样就把这个门的断面画出来了 OK那我们那个门完成之后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群组 或图坏都可以 那我这里就不做了 好我们再看有没有其他的门 没有嘛 就是要断面 OK 然后这里看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点 点这个啦 然后去 去按这个 箭头 所以你这样看过去 是会看到这个 这是开放式空间喔 开放式空间 这个 厨房空间 然后这一段你可以做 这一段你可以做 OK 你说它这个门呢 这个门 那是因为我们 我们这隔间门呢 公未遇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 木座隔间挡住了 所以它上面就看不进的不要画 好那我来画 我们来做这个木座隔间 那这个很简单啦 你点 你这个把目前图仁设为 这一个隔间工程 有没有 好 要不要执行它 OK 然后你按设限 因为它直接是到 看你的木座隔间是直接盯到天花板的 还是盯到楼地板 就看看你的那个状况 OK 然后这里 最大范围给它一条线下来 那画面上呢 就会到这里 OK 好那 那你看哦 它是不是 它这 它这之上 是不是有一个 BH就是有一个 梁下高度280 对不对 那梁之下才 才做这个隔间墙 OK 所以你这个 范围就是直接盯到哪里 他也盯到这个 梁下 这样都可以 OK 好 而且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 大梁 所以它其实它的整个 隔间墙的做 的范围就是 这一段 然后这边 这边会有包住 就像这样 好那你用巨额线去画比较快 按一下巨额线命令 按这个 然后把它描一圈 所以从这边开始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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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梁下 左键 然后再把它封回去 夜席结束命令 那我们这个色线就可以把它删掉 点它按夜席键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图 好 然后这个图看你 这个 如果你们公司的话 有打那个木皮的纹路的话 你就自己打 那我就先留到这一段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 所以这个门的元件都没有嘛 然后窗窗的元件也没有 我们的元件我们刚有做断面了 隔禁空置就这个 这个 OK 好但是我们这样看过去呢 嗯 虽然这个地方看不见了 可是我们把它范围画完了 所以 我们看一下 对因为到这里都是 结构体嘛对 所以结构体是到这里 对 然后这一段 就会看到后面的这个走道间嘛 所以就点这里 然后去把这个 打开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隔间墙 隔间墙 OK 好那你就把目前图层设为 这个 结构墙 结构墙 目前图层 OK 然后从那边投影下来 好 所以我打射线 这 这 就把它投影下来 这一个结构墙 OK 然后这里也有结构墙 不过他 他这有一个修正 因为他 我们这个 里面的厨具啊 冰箱比较大嘛 那我不希望冰箱外露 所以这个结构墙 这里要包一个这个 木座的这个 补墙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给他 钉这个范围 所以 我们这个木座部分的一样啊 你把它投影下来 这里 投影下来 所以你这里要一条线 然后这个 这个也一条线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 结构墙 OK 然后这是隔间的这个 木座 好所以投影下来 会得到 得到下面这个范围 OK 好那我把这个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这到这里 对 好那我现在点 点这个把他拉回来 左键了 拉回来 OK 好那得到这个范围 就像这样 好 那这里呢 你会看到他的这个 结构墙 所以你把目前的设计结构墙 这里 然后移图层 好这个状态之下 突然我们画线 你就从这里画一条线 那你注意啊 你要看 你要看之前那个 画面 你们看一下啊 看这里比较快 请注意啊 量先看见 所以你这样 这个方向B向 一面看过去的时候 突然这个量先看到 他量下280嘛 然后 量的后面才是这个 看见这片墙 跟这片墙 所以前面的量会把这个墙遮住 所以这些墙 应该在这个量之下 这样才对啊 因为你的眼睛在这边嘛 这是你的那个视觉范围 那你会先看到 那个结构量啊 然后结构量后面才是 才是那个结构墙 虽然这个结构墙 它的高度是直接到楼板 但是你是先看到结构量 所以结构量的这个范围 会去把这个结构墙 的最上面的范围把它遮住 所以 所以你这个结构墙的限制 只能在280之下 这逻辑才对的啊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里面看不尽 就先打个叉 这我们立面图打个叉 然后到时候到厨房 四项里面再画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呢 团然你 你看他 观察结果就像这样吧 团然那我们把 把那个目前图层设为 这个结构墙 然后这边都一图层 好那我们画线 OK 那你就锁这里 这边是结构墙 OK 好一个锡件 搞定 好 团然那我们把这个剪掉好了 团然你按修剪命令 那我们刚刚有调过模式 团然模式是标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选的是边界 那我们就选这个当边界 点它哦 按确定 然后把上面这个边界把它剪掉 OK好 夜市间 当然你如果要一口气做也可以啦 比如说修剪 我这个看一下这里 团然这个是边界 然后确定 然后把底下这个两个剪掉 这样也可以 我是分开做啊 你可以一口气选这个边界 跟这个边界呢 去把多的线剪掉 好那我们再看团然那 这条线呢就是那个 那我把它翻过来 这条线就是这里 这里 就是在那个 梁遮住的后面 这一个转角这个 结构墙 好一样 团然你就是 因为这是射线嘛 对团然你可以点它 把它改掉 改成图层 比如说改成那个 结构墙 的图层 这样就可以了 好夜市间 团然那你要修剪命令 你就 以它为边界嘛 然后再以它为边界 团然就以这一条 跟这一条当边界 按Enter 然后确定 那就可以把多的 这个剪掉 然后这个剪掉 有没有 那我们这一段就是结构墙 OK 好 那我们再看了 把它翻开 团然那这里 这里是 厨房内部空间 然后我们不讨论嘛 所以这个区域呢 它也就是在立面图 打个X就对了 然后写个厨房空间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你可以打 打这个 看你要直接 直接可以写标注 标那个木座隔间 好这木座 然后这个地方 在这里 这也是木座隔间 那你把它标出来可以 OK 好那我就打个X 你把目前的人设为这个立面注解 看一下 它这有一个叫做立面 立面的注解 这里 团然立面的注解 团然我们就打 打那个 这个线 比如说按这个 线的指引 然后这边打一个X 确定 那就给它写厨房空间了 好的 那我们按这个文字编辑器 按这个多按文字 好这也把它选起来 OK 然后打厨房空间 好那就是 你可以按 你可以把这个 有的公司是这样直接 放横的 那你可以放直的 可以就看你自己 OK 那我放四横 我这样好了 厨房Enter 到这里 打勾 好 所以这里有一个空间 我们就先不讨论 到时候厨房内部 再给它四向立面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看 OK 好那这一段就是走道间 走道间在这里 那你可以不用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 它这个 它就这一片墙 你这样看过去的话 就只有这一片墙 那因为这里没有任何 看不见的落电 因为落电在这里 它遮住了 OK所以 整片墙就不用画了 OK 好那再把它收回来 OK那这一段 一样 同来这个是隔间墙 这个隔间墙 然后这边 这木座隔间墙 然后这里才是那个 这个一般 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 钢筋混凝土的 这个结构墙 然后这边是因为 因为我们要 包那个冰箱嘛 所以它多出这一块 OK 那这边呢 补充就是说 有的公司它会 希望你能够画出那个 比如说我们的 木座隔间墙 它有面贴木皮 那木皮的纹路啊 看你是直向 还是横向都可以 比如说举例啊 比如说我们的 木皮的纹路 它是横向好的 这样 好比如像那个 呃这个什么 三毛举木皮 像像这一种 它可能是横向 这样 那 你可以去找这个 这个 剖面线啊 就是 就可以去下载 剖面线来做 那我用那一件好了 那我们直接给它 这个 木前图审 把它设定为 隔间墙 这里 隔间工程 好 那我们去按 填充限命令 按这个 那你可以用那个 比较简单的 来表示它横向木 就是AMSI 31 AMSI 31 它是斜线嘛 对不对 没关系我们就给它执行 好 那这个角度呢 你如果给它抓 那我先 先 先坐上去好了 AMSI 31 等下你用 点选点 好 那我点这个范围 这样 好 那这个颜色呢 你可以用灰阶 使用那个比较深的灰阶 像这个 然后到时候再调它的那个图笔 OK 那 它的角度呢 你可以给它抓 我这个比例不用那么小 我给它做3 稍微让它大一点 等下 那个角度给它 如果你给它打45度呢 等下它就变垂直 就是木皮 那个木纹 它是垂直 垂直的那个 分布 那你如果横向的话 就是 你看如果是0的话 它就45度 所以给它打-45度 Enter 然后就变横向 你也可以这样做 然后像这个面天木皮的纹路呢 它不规则嘛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设定什么 什么这个 剖面的起点不用做 当然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你可以 设定原点然后去改 改它的位置 好 不过这因为它是木纹嘛 所以 我们这样做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比例我再改一下2 像这样 好 打勾 那同样的东西 如果这个地方的纹路也是横向 那你就直接干嘛 就直接下指定 隔间工程的这个图层里面呢 我们就给它打AMSI31 就这个 好 然后看到范围就点它 它会记忆之前的动作嘛 但我们就用之前的那个设定就好了 按打勾 好那这就是那个 隔间墙 这个隔间墙 然后其他没有做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们的 这个 一般的这个 尼座隔间 好当你做完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做 天花板 因为我们要从天花板开始 我们看一下这里 对 还有弱电开关啊 弱电开关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里 看过去呢 都没有投影到 都没有啊 OK啊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去看 原来的 这个 弱电开关配置图 我们看这里 我们当时有配着弱电开关 对不对 好同样那B相地面图 是朝这个方向看过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啦 同样这里有一个 当然我们投影的范围没有看到 不过你可以把它画上去 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 开关 S SWITCH 开关120公分 然后 高度30公分 它是一个 双连插座 OK 好你可以把这个 放去 因为它 这边看过去看见了 那我们再看 然后这个是遮住了 同样这个被隔间墙遮住 这都没有 OK 那这个不是啊 同样这个是往这里看 往这里看这边墙 所以它是 C的立面图 我们到时候C向立面再来画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看 同样那这里 这里 这里没有看见了 为什么因为这墙挡住了 所以这里没有看见 那我们这不用做 然后这里是另外一边 从那边看过去 所以这不用做 好 那这个我们之前画过A的立面图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室内空间就不用做 所以我们这里 看一看的结果就是 你这样 你这样描过来看一下 对我们只要画这个就好了 对我们只要画这个就好了 然后这之前画过嘛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放过来 就不用再重画一次立面图 好 120公分的switch 然后这个地方30公分的这个双连插座 那我们看一下 同样你就是 我看看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插座在这里 这个是开关 然后这是插座 OK那我们看高度 高度好像跟之前一样 30公分吧对 30公分双连插座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 开关 同样120公分看到吧 120公分 所以我们就用它的高度去做投影线 这样就可以 就不用重组了 就把它删掉 OK那我现在直接投影了 比如说我现在把目前图层设为 这个 诶 我看之前做的图层是哪一个 同样这是弱链开关图层 OK 好你把目前图层设为弱链开关图层 31 然后全部的1图层的情况之下 同样按设限ray 你就打ray ray 好 锁这个终点往右拉伸 一条 然后再重复时间确定再一次 或者用复制也可以 同样看你的习惯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30公分 跟120公分的高层就 就投影出去了 那我们看这里 前提是你这个高度都要一次 好 同样他们点这里 然后把这个 点开 这个地方嘛 好 rayray 然后锁这里 再往下 这样投影 同样这是它的那个 水平位置 就是我们的平面图的位置 好 那你把这个 落定 把这个 开关的符号 把它做完之后 那落电我看一下 落电这里面有 这里 这里只有这个开关跟插座 切回来之后 同样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OK 好 好那你就把这个图 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你按复制命令 我们就不用再做了 我们这之前做过 把它选起来 然后底下选起来 两个都选起来之后 同样按确定 好 同样他们要锁哪里 同样我们要锁的是 它的那个正宗位置 就是你碰它过来 然后碰它过来 这个正宗位置 按左键 就是我们 我们要以这个 其实这个是一个4E图 事实上我们这个 这个开关跟插座 它一定会有火线 中线跟控制线 红色的火线 跟这个白色的 白色的这个 这个中性线 还有控制线 你就带这个区域 带这个区域 所以就抓到它的中央位置 就可以了 按左键 好那把锁到这个地方 这样 OK 左键 那这样高度就 就没问题了 同样那你就把 删除命令 你就把 这个幅度线把它删掉 有没有 那是不是就完成 这个位置的开关吗 OK 同样那这个颜色呢 你可以再调 调深一点 不然这样 看那纹路呢 纹路就好 纹路的这个 深浅 你不要用重线 不然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轮廓 还是边界 还是剖面线 同样那 我把那个颜色改一下 你用更多颜色 然后我们用索引 你一定要索引 你如果用那个什么全彩 或者这个色彩表 应该说全彩 这个条的话 因为它的 它没有一个索引符号的数字 所以到时候 你在图笔设定的时候 它还是用彩色列印 就你用黑白列印 然后你把这个颜色把它改成 黑白 转成黑白 它没有反应 所以你一定要索引颜色 因为索引颜色 它会去 读取你的 这个 这个出图 图笔设定要射黑白 才有办法转 OK 好 那 那我选一个颜色 我选这个 按确定 夜期间 OK 好 就稍微给它一个颜色 好 如果定 OK 那就来做天花板 那 没关系 就直接试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段录音档 我们就 天花板 木座跟装饰 这个把它完成 就可以完成这个 B 箱里面图 那B箱里面图 再来就D 再来就C 再来就D 那我们就完成一个 课定的这个练习 好 先做这一段 应该不难 就投影而已 大家试一下 大家试一下